大洋彼岸 少爷少爷我正在查呢 我服了 不是你说一个保存镇摘之宝的地方 利明居然没有摄像头 不用查录像直接查人 你是说不会吧 他们这偷东西都偷到大陆来了 除了他们没第二个可能了 你尽快吧 明晚之前查清楚 行行行真是怕了你了 别的不多说了 把大陆新出的泡面 记得美扬给我系上石枪 傅云生挂断电话挑眉 这么能吃泡面 怎么还这么活蹦乱跳的 他刚放下手机 桌子上的老实大哥大又响了起来 哥你没事吧 我们为什么要买中式系团的股票 钱呢 大概是因为钱多吧 一日 钟叔 我悄悄和你说 绝对见鬼了 咱们的股票竟然又涨回来了 还比以前高了 那可不 见了你这个丑鬼 早就说了 我万孙女是福星 你懂个屁 嗯 嗯 中年股东彻底闭嘴了 他领着钟老爷子和其他几位重量级股东来到会客室 总说 这就是尤金先生 尤金先生 这是我们中式集团的董事长 就问钟董大明 今日才得意见 可他话也不多说了 现在的情况 尤金先生你也知道 请愧公司给我们一段时间 石方姐一定会送来